让大家闪静风 接下来有一套新剧 他接下来会算不算是男主角 因为有很多气氛 但他不会是一号男主角 然后就是一个宣传活动 当然会问到Lonline的见面会取消了有什么感想 他说也有些无助和不开心 另外就是很厉害 一直说TVB一直是想栽培一些高高大大 然后又唱歌唱到的 还有青年八正 最好是年轻 所以当时我就说 闪静峰也是公司很想栽培的人 只不过那件事应该都两年前了 担了一些自己什么都受了教训 现在就是重新上路 厉害了 找来蕭静南会做他的剧中老豆 这次那个违和感是怎样 然后就找到Kengor Kengor和他应该是剧中不是父子 但演到感情线发展到情童父子 或者是爷孙 有些人说 厉害了 即是摆明力捧 闪静峰 但其实我们两年前已经说 公司是很需要这一种 即是高高大大 又青年八正 同时最好唱歌都行 即是TVB一贯找蓝一标准的标准 这些年轻人就是投资员 一直在栽培看看将来能不能收成 所以他 譬如是星梦的 他和阿斯卡都是公司 会重点栽培的人 就是这样 所以他看看如何 当然还有些人经常骂他 那我们就说回那个 孔拉的见面会 他说是有点不开心的 不过他说与其想如何回应大家 不如期待他什么时候 尽快有没有机会立即举办一次见面会 好过解释太多了 直接给见面会交代就最好 另外他们原来是准备了一些表现 所以有点不开心 因为想呈现一些东西给观众 而且好像成团的第一个见面会 很有意义 但是这样撤了Q 当然他们成为其中一个队员 当然是不开心的 还有很多粉丝特意来支持 都待不同人说声抱歉 有一些粉丝专程来见他 另外很想被一些惊喜观众 即是那一天 现在就没有了 希望尽快开保办法见面会 闪正峰下就看他怎么演 我都会看 Kengor的剧我都很喜欢看 Kengor的剧 又是他什么都做到最美 你就觉得没什么 很自然 你不会看到太多那些很明显的东西 但实际上看起来很舒服 例如欧阳振华也是我很喜欢看的 后来看一看 有时看一些旧剧才发现 其实欧阳振华很好戏 不只是傻傻奸奸演的角色 他其实就算演什么角色也好 演好下巴那些 其实他要发挥演的时候 都是很到位那些小微的东西 即是眼睛看边 看边一个位置 头部怎么动 全部他做得很准确 所以你什么都不察觉的时候 其实他就花了很多很多的心思 原来小的Kengor 17岁 47岁 小的Kengor Kengor50年演戏了 看看今次会不会引发到一些回响 这部剧我会看一看 然后如果好看 就做一些剧评 听说扭桥会很厉害 另外还有监制王伟仁 Simon 原来以前拍肥猫正传的时候 和Kengor结缘 不得了 这个 他演一个白手卿家的零食集团CEO 叫钱大海 他的集团名叫敬威威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暗示 性格很硬正的 就和一些生意伙伴顶到行 家里也怕鬼了他 就说高压手法去压迫子 就是曹永恋 还有个女儿就是傅嘉莉 傅嘉莉 看一下今次演成如何 是演哪一种 又是演千金小姐 傅嘉莉 不知道演了多少次千金小姐 但是会是演哪一种的千金 大家看 还有情人之己 就是红玫瑰 就是红兽传的红 就是泛逆敏演 又他泛逆敏是怎么演的 演哪一种 情人之己 演一些巴勒 还是顺从那些 就是说 大家都是在他那个魔爪下 高压的手段下 就不断游走 后来有一次被人绑架 在绑匪的口上高 就是听到是屋企人指使的 而刚好也是那宗绑架案 偶尔路过绑架现场的 而这个闪正锋 就成为了他前大海的私人偵探 从而衍生了一段 可能父子的情 但是他在剧里面 老爸就是肖正男 又这么搞笑 肖正男正正和郑一世 有陈连血海深仇 所以那些人物之间 应该扭得很尽 如果这么看 曹永年会不会是做奸人 就说野笑之鱼 也有充满懸疑的剧情 而且里面有很多抵死的 斗口斗气的金具墙口 那又好像不错 另外就设计了老虎狗的image 给Kengor 应该这些是特效 然后他可能一直在骂人 骂到狗血临头 那些人就幻想 一些情景 他不是真的变成狗 那些人可能在老海浮现这个画像 用镜头呈现 我猜 老虎狗 就很厉害了 整套剧是灵魂人物 而这个监制和Kengor 就是认识30年 所以会拍得应该挺舒服的 会令Kengor拍得 还有不知是否真的得天独厚 万千宠爱 应该说就是闪正锋 特意监来监去 找到Kengor去带他 闪正锋说由头到尾一直都教他 什么都教 全方位地教 而且监制都大赞Kengor 他几十年都没有变过 有一样东西 一样都是这么专业 就是他永远不迟到不止 他永远是早到至少半个钟 来到他有什么准备帮忙 这个就是前辈的风范 前辈就是要提攜后辈的 整只事 Archie说他里面还要演一个IT人 他要演一个IT的专才 就是要讲很多IT术语的对白 说他也说得很好 Kengor很贴心不断教他 教他讲对白 教他如何揣摩角色 又分享人生经验 还有24小时地帮他 就算大家各自回家 他还会WhatsApp他 问他教他那样 还有期间在超声团的录制 他两边离开 Kengor也说 Archie说 Kengor每天都会鼓励加油 很难得 还有无论是现场拍 或者拍完去吃饭 总之无时无刻都会提睿他提点去 不停地教他 这个真是很难得 Archie也说 跟郑侧士特别相配 特别有特别投契 就说好像是自己的爷爷 自己过了身的爷爷 就好像很相似 看看怎么样 这套剧 就是摆明 找郑侧士带一带Archie 希望他可以从一个剧中 一边实习 一边拍摄 一边学不同 还有大前辈 一边带着他 以及剧中 应该最后发展到 一个很亲的关系 所以很多接触 很多长口 要一起去对手气 所以说很好把握 闪正锋 他一直都在进步 看看怎么样 我想起他 想起丁子浪 丁子浪 就是那时候 初初也是有套解决师 丁子浪 那时候还是很好树 胡美仪 那些 而南那班 就说很多个 现在都还是在后面站着 那些 现在就丁子浪跑了出来 现在这套就是Archie 看看怎么样和Kengor去合作 看看带不带得动 或者跟不跟到Kengor那些戏 应该都可以的 大家也很期待 闪正锋会演出什么效果出来 今集也简短来到这里 有什么想法在下面留言 记得按订阅支持一下